重江里纳、张健胜、周文正及赵永恒出席电影《作家的方言不忠有罪》的见面会 为该部片担任监制的张健胜坦言 三年前已经看重剧本 但当时未有信心找到投资者 后来就胆初找了十几个投资者 走到担任监制的他就说很大压力 三年前见到这个剧本真是念念不忘 那时小弟就未有信心去找投资方案 积聚了两年之后 决意都真是淡粗粗去跑了十几个投资方 逐个逐个逐个去问 你都知道有时去找投资方案的时候 未必是一定可以的 就算可以的时候 可能真的要给你几百万的投资 那变成我第一次做这个学习监制制 我的压力是非常大 感心疼金奖奖和班上吗 其实这个梦我一直是没有放下过的 但是也都不奢望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 第一次小弟做监制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片方成绩好 那就不要令到投资方失望 能够可以再… 不要说续冊了 或者是开下其他项目 其他电影 起码我们电影行业 所有高层员演员 就是全部人都有公开先 还有交易 A lot of air 这次是 我们是尽管怎麼出事的 跟我们的位置 我们就很快